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来装机了 把主板先拆出来 华硕 ROG C8DH主板 拆CPU AMD 5950X的CPU 先来安装CPU 把CPU装到主板上面 按着它扣下去就可以了 先来拆固态 三星980 Pro 2T的固态 两个 把它拆出来 这第一个 先来拆第二个 先来安装固态硬盘 先把固态的散热装甲拆下来 把固态装上去 散热装甲的膜撕掉 然后装上去锁上螺丝就可以了 现在来安装第二个固态硬盘 先装上这个螺丝 然后再把固态插进去 锁上螺丝固定它 散热片的膜撕掉 可以给固态散热的 然后装上去就可以了 拆锤了 ROG龙神360 2代一体式锤的 把先拆出来 先拆水冷主要是要这四颗MD处理器专用的螺丝 把主板原装的拆掉先 装上水冷原装的四颗螺丝 先来拆内存 芝奇皇家级尊绝版 16G乘2的套装 3600频率 C16的两套 先把它拆出来 好 拉近一点 先来撕膜 两边都有一层膜把撕掉 金光闪闪对吧 这就真的叫做金条了 放过来 镀金 镀金是肯定没有的 当然你可以花钱去定制嘛 对不对 这都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 好了 模式完了 四条皇家级尊绝版 现在来擦内存 先来把主板的膜给它撕掉 先撕这一张 然后这一张 这一张 拆电源华硕 ROG 1200W雷神电源 先把电源拿出来 电源螺丝拿出来 来一条RGB线 应该是这条吧 先来擦电源线 现在擦的是24频的供电 CPU8加4的供电 电源的神光同步线 显卡的三个8频供电 SATA供电线 还是SATA供电线 好 电源线全部擦好了 现在先放一边 先来拆风扇 海盗船的QL系列风扇 撕掉风扇的膜 风扇两边都有一张膜的 好了 模撕完了 全部七个风扇 拆显卡 华硕 ROG 3090猛禽 O24G显卡 把它拆出来 把需要用到的接口拔掉 先放一边 然后把ROG眼睛拿出来 把ROG眼睛先贴上去 然后撕磨 这边有一张膜 好 好了 磨摔完了 华硕 ROG太阳神机箱 把拉出来 机箱玻璃先拆掉 需要拆的东西也全部拆掉它 机箱原装的螺丝 专门固定主板的 把主板装到机箱上面 对准孔位 锁上螺丝就可以了 OK 主板装好了 先把风扇的线给它剪掉先 机箱原装的风扇先拆了 更换成为海盗船的风扇 好了 前面三个风扇固定好了 现在准备安装冷排的风扇 放上三个海盗船的风扇 锁上螺丝固定它 先把冷排装在机箱的冷排支架上面 好了 现在风扇全部固定好了 前面的三个风扇先装上去 对准那个孔位 锁上两个螺丝就好了 装一个14CM的风扇在机箱的后面 现在来安装电源 先把线塞到机箱后面 锁上四颗螺丝 这个膜给它撕掉 把冷排装上去 冷头显示屏先拿掉 英特尔扣具先拆掉 安装上AMD的扣具 原装硅脂擦掉 涂上暴力熊的硅脂 装上冷头 装上冷头 锁上四颗螺丝就可以了 撕掉冷头上的膜 安装上去 然后继续撕膜 好了 这样一体水冷就装好了 先给灯板把双面胶贴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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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上定制的灯板 安装上定制的灯板 先来装显卡 然后锁上两颗螺丝 然后锁上两颗螺丝 显卡供电插上去 OK 这台电脑已经全部装好了 先给大家看一下神光铜布 颜色都是可以随意调节的 颜色都是可以随意调节的 还可以调节亮度 可以一键关闭所有的灯 然后一键打开所有的灯 还有很多种其他GB的模式可以调节 아서我们处理了 是 کو Ost心的一些灯幕 我上去的灯板 唯一走 我上去的灯板 为我上去的灯板 我上去的灯板 我上去的灯板